就有个隐忧 就是假如说你从工作里面 不能得到你自己最大的满足 其实你就走错了行业 我们一般来讲是 我们希望你能够从工作里面 因为你工作花的时间最多 8点到5点 一个白天的时间通通在上班 只是为了from hand to mouth 为了糊口的话那就不值得 我们现在常常觉得 你不管什么样的金饭碗 米饭碗 是不值得你花了一生的时间 去打赏他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的话 所以在这边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风水流转 明年到你家 说十年河东转河西 莫小穷人穿破衣 这个父母亲真的是 没有办法替孩子选前途 可是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走 可是做父母的常常 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就觉得说 你家里没有饭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东西就是 肚皮饱了以后 再去追求你的梦 可是人生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在中正大学的时候 1996年 中正大学化学系 有一个圈800个人来申请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化学系是最好的行业 就是你会看到 理学院第一志愿化学系 工学院第一志愿电机系 法学院第一志愿法律系 文学院第一志愿外围系 但是民工54年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那时候好的学生 大本就是导学念老化学 可是你真的没有想到 96年的时候 招了一个圈800个人来申请 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是用抽签的 因为三次选不出来怎么选 就用抽签的方式了 可是那一年 语言所有三个圈找不到人 那个校长是年轻家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他 林校长就到英国去 拿着职儿叫林诺王给挖回来了 之后林诺王到了嘉义 皮箱都没有开 清华把他挖走 因为大家都缺语言学的人才 那时候交大的校长是张俊燕 张俊燕听说林诺王回来了 就马上跑去找他 清华给你什么条件 我们交代给你双倍 现在林诺王在交代 所以你去想一想说 在你念说那时候 如果你给你妈说妈 我要今天语言学 他一定给你哭啊 你这干什么呀 肌不能死啊 不能医 这样去念也会有用的 可是你真的会看到 你只要是这个领域最强的人 一定有饭吃 所以我真的是跟各位讲 你走你自己要走的路 你可能现在还不太知道 没有关系 你一定会知道的 因为只要是你真正的兴趣 他会出来的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走 你将来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我去念了法律系 我台台法律系的 可是我出来我改了行 对不对 那你又走一些 好像所谓的冤枉 可是我现在回头看 还是没有冤枉 因为你只要那个路好好地走 你学到东西 还是认得到的 知识是相通的 所以跟你讲 你既然就算考上了科技 不是你自己要念的 你将来出了社会 你还是可以去走 你就是告诉你自己 我这一生我要做 我自己要做的事 我怎么样做 我要做的事情呢 我可能会 比方说 我去念法律系 我爸爸就五年不够讲话了 那你还是可以去做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 只要你将来快乐 他会 他会来找你的 但是下面 我下面这个妹妹 就定然发学了 北里保重台大 练了化学 可是他后来 活得不快乐的时候 那父母亲会后悔 父母亲反而认为说 哎呀 你那时候 我会不会去转呢 转就好了嘛 就是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关系 就是你眼睛放远一点 不要想到现在 就是你过来的快乐 你父母亲一定快乐 可是你现在听他的话 你不快乐了 他后来会很后悔 说哎呀 那时候不应该这样子想 所以这里面 有的时候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能够跟你父母亲沟通 但是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还是 走你自己的路 比较重要 那父母亲不要生气 但是我真的觉得说 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那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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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吗